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我是亮仔 最近中国足团在反腐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 一方面像程序员陈炯亮这些足协高层早早落网 那么背后牵出了很多的一些利益网关系 所以就在近日包括黄松等等在内的多个部门的一把手 也接连是被带走调查 所以对于我们中国足协这一次的反腐的进展来说 是取得了重大突破 而就在最近在很多球迷的千呼万叛之下 我们看到程序员这个前足协主席的一些相关罪行 是正式曝光 另外一方面女足这边的一个整体的反腐行动 也取得了一个重大进展 接下来和大家具体分享一下 首先程序员方面的话 目前已经有媒体人多加曝光 关于他的这些的一个罪行问题 主要是涉及到5000万的贪腐内幕 在此前也就是2020年的中超赛季 丁勇这个深圳队的总经理曾经砸了5000万 贿赂程序员和刘毅 最终帮助他们的球队获得了一些不合法的权益 在这样的情况下的话 最终程序员才会被调查 所以随着这个罪证曝光之后 对于很多球迷来说 应该会重新认识到程序员的 原本以为他这么一个空降外来的高管 会努力把中国足协搞好来证明自己 结果谁会想到他同样是不能够免输 即便自己曾经是这个上市公司的一个百亿老主 但很可惜还是没有能够控制好自己 忘记了初心 所以这一次程序员的做法 真的让很多球迷感到心寒了 而除了程序员之外 那么就在最近在女足方面的一些具体的问题 也同样有了一些最新的进展 最近远雄飞被禁言之后 终于在社交平台当中再度解禁 再度有了发生的机会 那么他发生的第一个新闻 就提到了女足的一些具体丑闻问题 这个丑闻问题和穷中女足的2000万采购物资 有很大的关系 其实此前远雄飞在前段时间 就已经提到了这个问题 但是没有引起相关的重视 所以就在最近解禁之后 他还是放不下这个问题 再度提到了这2000万 并且认为穷中女足 花费这2000万买了一些东西 建了什么一个相关的一些机构的话 实际上一方面物资不止2000万 另外一方面花费这么多的钱来搞这个东西 也根本是不符合实际的 所以他认为接下来官方调查组 应该重点去调查一下 看看这里面有没有猫腻 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 所以随着远雄飞透露了这个消息之后 对于孙文这个中国女足的攻心引物来说 也是一个比较尴尬的事情 也面临着一定的危险 因为我们知道 其实此前从中女足的主帅陈婉婷 是由孙文这边直接推荐过去的 所以双方应该是有一些千丝万缕的合作关系 这一次既然说从中女足爆出这样的问题 对于孙文来说也不排除会被卷入其中 当然目前来看没有任何实锤 证明了说这个女足球队有任何的问题 只是说记者提出这样的疑问 所以希望调查组能够重点去调查一下 如果没有问题 也能够还这个球队一个公道 也可以让我们球迷了解真正的真相 不要冤枉了我们女足这些功训的人物 以及相关的一些教练员 好了本期视频就来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